中天娛樂頻道的朋友們 大家好 我們是Fanatics 你好 我是嘉儀 你好 我是道儀 韓國女團Fanatics 2019年8月正式出道 近日卻被粉絲發現 官方Youtube與IG帳號都被刪除 推測團體已經解散 中天娛樂這就請到台灣成員嘉儀 以及韓國隊友道儀替大家解惑 沒有這件事 只是我們現在是在重新規劃中 我們還是會回歸的 只是說最近這段時間呢 我們都在就是個人 以個人活動為主 現在一直努力練習 所以我們可以馬上就可以 所以見面你們希望一直支持我們 謝謝 不過網友會懷疑解散也是情有可原 因為這團兩年前曾發生疑似賞巴掌的事件 好像不太適合 真的 真好吃 真的 真好吃 真的 真好吃 原來是在學校上 喔 抱歉 抱歉 沒有 但這個 忘記了嗎 我們不是在學校上的事件 我們是在學校上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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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段影片一出立馬引起公分 經紀公司事後也發表聲明 承認言論錯誤並道歉 但對於巴掌聲卻隻字未提 小編偷偷問了 當時在場的道醫 他透露巴掌聲是誤會 當時是成員要退下時伴到腳 才會有啪的一聲 不是巴掌聲啦 大概九年或是四年 對啊 我從小的時候就開始那個 在PK練習的時候 當時有什麼事情 所以我以後出來 我進去那個別的很多的公司 在公司 這公司練習大概 兩 兩個年 兩年 兩年 對 我從小就學芭蕾舞 中國舞 現代舞 所以那時候 特別就是想學街舞 所以去了街舞教室學舞 然後剛好在那裡 遇到了我們公司的工作人員 我爸也是比較支持就是說 如果真的是你想做的話 你就去試試看 然後媽媽後來也同意 這是我高二的時候 八點或者九點 開始那個練習 現在我們做運動 大概兩個小時 還有那個 以後我吃那個 只有沙拉 還有因為我們學跳舞 還有學唱歌 還有學那個 演戲或者那個外 外國國外語 對 對 我們那時候是每個月都有樂評 有就是團體的考核 還有個人的舞蹈 跟個人唱歌 還有團體唱歌 然後還有語言 語言的考核 就是要上台講 比如說我是外國人 我要上台講韓文 就是一大篇文章這樣子 我自己的夢想 所以 終於就是我出道的時候 我不相信這個 這個事情 出道的時候真的很不感人性 啊 我終於出道了 我要就是見到我的粉絲 然後我也可以站在舞台 要在台灣 對於演戲方面 那個出演了電影和電視劇 所以我繼續努力練習那個演技 因為我是主鈴舞嘛 所以我還是比較喜歡唱歌跟舞蹈 所以之後 明年可能還是有機會見到大家的 那今年的話 我主要還是在這邊 然後目前有收到很多的戲劇試鏡 所以我都有在積極的嘗試中 真強謝謝你們 繼續 繼續 支持我 所以我們 我們很道歉也好 我們繼續努力練習的 所以我 我希望 馬上就可以見面 雖然已經有一段時間沒有回歸 但是大家還是繼續支持我 所以 就是真的非常感謝你們 也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我 也支持道儀支持我們團 謝謝大家 謝謝你們 如果有leans 可以 ,不太棒了 可以 可以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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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